女星撕逼絕對是演藝圈一大盛事 尤其隔著網路,那內容真是狂鮮勞地,有夠精彩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2021年底經典的 王思佳大戰 萊薇如 哈囉大家好,我是網美王思佳 王思佳跨行當Youtuber當的風聲水起 去年12月豪氣大談如何破解綠茶錶 內容雖然沒有指名道姓 卻把萊薇如推向輿論封口 所謂綠茶錶簡單來說,就是指長的漂亮 善於心計,在男生面前是一個樣 在女生面前又是另個樣的女生 由於表這個字不太好聽 現在普遍以綠茶指稱這類人 咱們接著進入正題 王思佳在影片中,暢言說自己最堵欄一種雙面綠茶 並說了以下這個故事 而且那時候他還先來問我說你們兩個為什麼分手 他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還一個下午茶吃了有多熱烈 瘋狂的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他還一直贊同你說 對,你做得太對 對,他就是不對什麼的 全部跟那個男生講 全部 那也就算了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他刪我Facebook 他就...因為他們兩個都會每... 就是就會貼那種他們兩個出去玩 出去吃東西的照片 他就不想被我看到 他就刪我Facebook 然後一開始我還不知道 然後後來這朋友跟我說 你有去看過他的Facebook嗎 他每天跟你前男友混在一起 然後我就說 欸,我不知道 然後我要去找的時候 他已經把我封鎖了 不僅如此 那位綠茶也曾做過這種事 然後有一天 我們就在外面玩的時候就遇到 那個女生就喝醉酒了 他竟然跑來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講我壞話 我說 我講你壞話 他說我又沒有跟那男的怎麼樣 為什麼你都要這樣子 然後去...就是去跟別人講 然後那我就說 因為其實我...我的個性是因為 我都覺得我不想去講了 結果你竟然敢跑來跟我挑明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當他就發火 然後我就說 我到底欠你什麼 甚至在之後的聚會上 對方再次質疑王思佳在背後說壞話 惹得王思佳火都上來 我現在告訴你是誰講你 他拿訊息給對方看 原來講壞話的正是那位前男友 讓這位綠茶看完後 直接臭臉離場 原以為綠茶和那男的會就此鬧翻 結果這兩人之後竟一起出國玩 綠茶跟王思佳一起上節目時 還分享出國戰利品呢 這麼明顯的提示 鍵盤柯男們經過搜索 發現王思佳說的人 極有可能是賴薇如 並直接開嗆 賴薇如一直搶別人的 難怪會當單身狗 人不要不幸會有報應 難怪高山峰會說 他是矮角藍路虎 賴薇如則回覆網友 我過得很好 而且有追蹤我的人 都知道我不是單身 報應只會在壞人身上 造口業也算喔 而網友會有這番言論 詮釋因賴薇如在十年前的康熙上 曾發生過這件事 我那個時候的男友 有一天他剛好去廁所 然後手機就放在桌上 我一天要想 我就看一下 我沒有去按了 我就看一下 他那個簡訊 直接顯示在螢幕上 就寫說 那你回家小心 就是早點休息 然後我想說 名字 當時你會不會想說 說不定只是這兩個字 同名是別人 有 我有這樣想 因為這個名字還不少 所以我就立刻等我 那個時候男友出來之後 我就立刻跟他求證 他就說 沒有 我們認識很久了 然後是今天剛好跟誰誰誰 在吃飯的時候遇到他 然後我們就聊了一下天 後來就開車送他回去 女生叫男生回家小心 可以只是朋友之間的態度吧 很少吧 就是路上也有危險到 需要你這樣提醒他回家小心嗎 真的 都幾歲人了 又不是十二歲 對 多餘的祝福 只是會讓男生覺得說 你是很在乎我 反正最後就是分手了 然後那一天 就是因為我們兩個 就是有在問這件事情 他就說沒有 我們就真的只是朋友 有什麼好 反正你們都已經分手 有什麼好問的 然後氣氛就搞得很僵 後來等於互相都知道說 對方對自己不高興就對了 對 然後現在在工作上遇到就是 嗨 然後他就會 內通簡訊 對 是怎麼回事 內通簡訊 我真的其實有點忘記 但是他是說 就是我是跟他是因為 另外一個藝人的關係 然後大家認識 然後是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他是大雅的 男朋友 對 然後認識之後 後來我才知道 就是認識自己才知道說 他跟大雅在一起 我就知道了 但是呢 後來我跟那男生聯絡的時候 他是說他跟他分手了 那個男生後來有落入你手中嗎 後來 後來事實上是真的有在一起 OK 那就好 對 總結來講 就是說見的是那個男生 他每次還沒分乾淨 就會跟另外一個女生講 他已經分了 然後想要跟另外一個女生搞曖昧 你這個說法也很為難男生 男生怎麼會知道分沒乾淨沒呢 對 就是 就是我覺得男女朋友真的分手 真的會有一個灰色地帶 你後來幹嘛這樣大家都不打招呼 我沒有不打招呼啊 就是 會不是高度的問題 對 就是沒有看過 他很怪 很怪 請問你剛才在後台 他聽到講故事的時候 是有在生氣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 會覺得形象受損 沒有 我不是在乎形象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可能是 覺得是當下的情況 他把情況講得出來 但是對我來講說 我覺得我當下也有我當下的情況 對 所以我們中間才會有誤會 賴薇如之後也合體熊熊 大聊茶表分類大作戰 痛訴自己見被插得不夠深嗎 並在播出後PO長文肅進委屈 說自己並不介意被說是綠茶 反正都莫名講十年了 並搶先開槍的茶永遠最高招 他還說犯的最大錯誤 就是十年前把某人介紹到生活圈 讓某人以探位觀止的速度 把身邊看似有實力的朋友們 變成一位飛文男友 一位擦友 三位前男友 此外 他更說那個人不僅曾腳踏兩條船 還當過小三 結婚後卻把這些過去拋之腦後 大肆分享愛情觀 走於解強勢人設 自於情場高手 最後也在文莫強調 他不想管對方做的任何事情 只希望對方不要再牽扯到他 不願意當你製造話題的流量工具 我沒必要配合演出 這長長一席話 賴薇如沒有指名道姓 但怎麼看都是在說王思佳啊 雙書大打網路戰 好嗨啊 果不其然 王思佳又發文反擊了 一開始就強調不需要對號入座 然後說某人被網友罵翻 應該要檢討自己 而不是敢留行跟拍一支 網友不買單怪誰 至於那個小作文 對不起 邏輯太好的人沒有辦法看 會忍不住想拿紅筆出來圈錯字 接著王思佳再抱對方過去 說某人當年沒工作時 都是因為他介紹人 讓某人才有了收入跟業配 結果你耍派頭說不想跟我一起錄影 大家也是順你的意 雖然最後你還是乖乖的坐在我旁邊 畢竟誰會跟前過不去呢 最後更回嗆對方 你也沒有什麼熱度可以蹭 十年了 依然死性不改 嘴硬嗎 拜託再好好修煉幾年再出來 王思佳這次依舊沒有指名道姓 但跟前面一樣 誰看了都覺得他在講賴薇如啊 至此 賴薇如再沒有發任何相關文字回應 雙書大戰似乎告終 就是如果是朋友的話就是會是朋友 不會是朋友就不會是 就不用勉強 對啊 受不了朋友就算了 但是我不會跟他有什麼心情 說到底 女性私逼 人人愛看 感謝他們對娛樂新聞的貢獻 只是大火吃瓜選邊站之餘 記得留點口德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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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